塔羅牌是一個很神奇的工具 不需要閣下的出生資料 不需要閣下的星座 已經可以幫你與之未來 看過去分析現狀 甚至進行心靈治療 在這裡提一提大家 記住 其實一個有了的塔羅斯 是不需要問你星座 不需要問你任何出生資料 主動去問那些 其實是在做一樣東西 我們叫code reading code 就是很動的COLD 然後 reading 就是去閱讀 其實它是用一些 真是難聽說的 叫做一些旁門左道 去推敲你的性格 你的背景 有關這個code reading 你們可以自己去Google一下 所以記住 其實真的不需要說太多背景資料 給一個塔羅斯知道 好 言歸盛轉 剛剛也提了 塔羅牌可以做一些 預知未來的功能 這個功能 預知未來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人所說的占卜 記住 占卜不是算命 占卜是就是文字 不會跟你說你的整世人會怎樣 而全世界的塔羅都一樣 最長我們通常是說半年 而不同的牌程都會有不同的時間 甚至有時候會短些 可能四個月 三個月不等 所謂半年 或者是幾多個月 記住記住 不是算calendar month 不是算曆月 而是說一個月大概是三十日 即是說 如果跟你說半年 即是說一百八十日 如果是三個月大概是九十日 還有請記住 這些什麼一百八十日 九十日 其實是說一個 maximum的time range 即是一個最長的時限 而不是說一些事情 會橫跨那麼多日 去到最後那一日 我第一個比喻 大家就會很明白 如果跟你看你的工作運 看到很棒 接下來會升職加薪 大家都理解 其實升職加薪是一些單一事件 你不會升足加足那麼多日 去升到加到最後那一日 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跟你說 在這個最長的時間裡面 會發生什麼 大件事 每一個牌陣的牌數是有限的 所以塔羅都很聰明 就會用一些最小的牌 跟你說一些最significant 最重要 最值得你去知道的事情 就不是什麼資訊 難聽點說 什麼糾屎垃圾 都會跟你說 例如你又去問工作運 你覺得 如果你接下來 在office那裡 給紙介選手 這個paper cut的事情 你覺得塔羅會不會跟你說呢? 但是如果touchwood 發生工業意外 你覺得塔羅又會不會跟你說呢? 啊 這個比喻很容易明白 好 那由什麼時候開始計 如果我們去預知你的未來 明天 其實不是由明天開始計 而是由當下開始計 所以為什麼我塔昭暖男 經常遇到一些狀況 就是跟那個客人說完那個未來 那個客人聽完一開始 就在那裡紮紮清奇 嘩好準啊好準啊 因為這些事情 正在發生了 發生了 其實這件事 絕對不出奇 不過要注意一下 如果尖問者 就是你 聽完我那個 預知未來的尖卜之後 就覺得 咦? 你現在在說未來嗎? 但是我覺得這些事情 其實是重現了一個過去 很多事情其實已經完了 那為什麼好像這些事情是發生了 又會在我未來那裡見回的呢? 原來其實是宇宙提醒你 好多課題你未掌握得到 你未學會得好 所以麻煩你是需要去正視這些東西 又或者過去的一些問題 令到當事人 未完全經歷完那個情緒的陰霾 還有很多的心理影響 就仿如困在在過去的一個迷霧之中 走不出一個未來 那當然也都絕對有可能就是 你去relieve你的past 即是這些事情 即是過去 就算是同一件事情 或者是同一類事情 你是未真的去圓滿解決它 那塔羅就提醒你 其實這件事會回來 那你需要去認真處理 有第一個比喻 那我當你以前 遇人不熟 但是呢 你就沒有好好去 驚一視像一視 然後你今次又很蠢地 去中國投賣去 又信錯一些人 那你過往遇人不熟 和你未來遇人不熟 很明顯就是因為你過去 學不懂一個 lesson 對啦 想不好一課 對啦 所以也都不排除 為什麼過往的事情 將來是會再度發生的 最後 或者你會問 咦?未來有時限了? 那過去呢? 嗯... 其實理論上就沒有限制 由你出生到現在的事情都可以問的 例如最多人就會問一些關於童年陰影的事情 對啦 那這件事呢 塔羅牌也是可以幫你看到的 就算這件事發生在 Nexa是十幾年之前